节奏我们的目光在转向日本方面继续要来关注的是日本今天凌晨发生的吃刀行凶的事件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的报道 当地时间21号凌晨2点30分左右 一名男子吃刀闯入石奈川县 县摩园市一家残疾人疗养院行凶 目前已经是导致15人死亡40多人受伤 报道说呢 该男子已经是于当地时间3点左右向警方自首 据当地警方的消息 吃刀行凶的男子现年是26岁 曾经是遭习疗养院的工作人员 目前警方正在就其行凶的动机等等进行相关的调查 据朝日新闻的报道 警方称这名男子在死守之后 共称想要把所有残疾人都从世界上除掉 日本近几年已经是多次发生 疗养院看护工作人员对病人或是老人 实施的类似暴力事件 手段也都很残忍 日本的是老龄化大国 又因为工作的压力非常大 待遇低等等情况 导致看护行业的人员的数量严重不足 而人员的素质也是难以得到保障 但是像这一次造成这么多人员伤亡的严重的案件 还是十分少见的 接下来有关今天凌晨发生的吃刀行凶事件的相关详细情况 我们再次来连线本的记者吴琼 请他介绍一下 吴琼你好 直播你好 现在距离上一档我们的连线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 现在这个案件是否有最新的一个后续的进展 介绍一下 好的 那么在今天凌晨日本时间两点半 日本一名男子深夜闯入了神奈川县 消磨园市的一家残疾人疗养院内持刀行凶 目前是已经造成了至少15人死亡 45人重伤 那么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这名男子的年龄是26岁 他曾经是残疾人疗养院的前雇员 那么他在手持刀具 砍起砍上多人之后 曾经是高喊说是他做的 并向警方自首 该男子随后被日本警方逮捕 有日本媒体报 这名男子是因为被这家疗养院辞退而感到不满 从而对这家疗养院 甚至是这家疗养院的病人都感到怨恨所为 目前日本警方表示正在调查具体的行政动机 一位家在这家疗养院庇院的当地居民 在接受日本的电话采访的时候介绍出 大约是在事件发生了一个小时之后 也就是今天凌晨的三点半的时候 日本警方的大批的巡逻车 医院的救护车等是赶到了现场 这名男子是身穿一件黑色的T恤 被压上了巡逻车 警方对当地警方表示说 因为现场比较危险 所以希望大家尽量是待在家中不要外出 那么这家残疾人疗养院 是在神奈川县的巷摩园市 那么距离东京市区 是大约有40公里的距离 上远目前是已经被运送到了周边的多家的医院 据了解这家残疾人服务设施 占地面积大约是有3万多平方米 目前是住有一百人 内有多状的住宅楼 治疗所以及体育馆等 一系列这样的配套设施 日本这几年其实是发生过 多起病院看护人员 对病人或者说老人的这个暴力事件 首战也都比较残忍 我们知道日本是老龄化大国 那么看护业的工作人员压力是非常大的 待遇比较低 导致了在日本这个行业的人员是严重的不足 人员素质也是难以得到保障的 但即使是如此 像这样造成这么多人员伤亡 这么严重的案件还是十分罕见的 日本媒体也是纷纷形容说 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事件 那么有进步的消息 我们也会持续进行跟进 主播 我们也发现这一次的案发地 是一个人员密集的场所 所以受伤的人数还在不断地增加 有关这一起事件的进展 我们也会持续地跟进